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你来看到的 这个是今天我们的专题报道 你还记得帽子大王戴胜通吗 家族企业三胜制贸 曾经是世界前三大的制贸厂 戴胜通呢 获选为青年创业凯模 他还担任了中小企业协会的理事长 不过却因为投资海地失利 负债十几亿 不过戴胜通想起这段过去 他不后悔 他说当初他是为了帮台湾巩固外交 他是在做对的事情 而今天呢 大老板的梦想清单专题报道 我们就要从海地叠交 叠的这一交有多重 开始看起 风光跟随前总统出访 跟财经大佬在餐桌上 向元首提出建言 这是带胜通 意气风发的一面 曾经是世界前三大制贸厂老板 青年创业凯模 中小企业协会理事长 员工高达三千多人 人称帽子大王的戴胜通 却在2004年 跌了人生最重的一跤 总统府国策顾问 同时是中小企业理事长的 帽子大王戴胜通 经传个人跳票 两千万元震惊业界 投资失利 让戴胜通负债超过了十亿元 名校房产全数遭到法院查封 沦落了法拍市场 因为投资海地失利 不但写本无归 还牵连台湾公司跳票 最后负债十几亿 创立35年的家族企业 不得不官场协业 官司产生 员工抗议 戴胜通的人生 从云端跌落谷底 有人归咎政治因素 有人说他判断错误 但是对戴胜通来说 他只是做了一件 自认对的事 假设我没有去海地 打赢来我去海地投资 讲真的那个总统 会到北京去了 现在我们邦家国 依我现在看 剩不了五个十个而已 最起码我做为台湾做 我该做的事 2004年3月5号那天 跳票那天 我跟我太太说 戴胜通真伟大 为台湾跳票 这一跤很重也很痛 不过戴胜通不后悔 你说你把你的脚 打断了一条腿 你说不痛那不可能嘛 我想痛了以后 你还能够再站起来 那才可贵 戴胜通不愿 但是戴家人呢 戴胜通的大儿子戴东华 当初被派去海地设场 从开场到被迫撤离 戴东华说 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从压力很大 然后到就是松了一口气 做生意我觉得就像开飞机 学起飞很重要 但是学降落更重要 飞得很高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很好 但是飞机没有降落 你不会到达目的地 起飞和降落 这是戴东华自创的企业哲学 对戴家人来说 前一次的降落或许惊险 但却让他们学到 弥足珍贵的经验